106这一题 热透彩中奖基于统计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开启方式一样 请你不要直接打开 直接打开它用2007来开 直接用拖拉的方式把它丢进去就可以 或者用开启救场方式 把它开起来 OK那再来的话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个资料 一个是 91年的 一个是92年的 那这边还有个所谓的中奖基率 每一个号码出现的几率为多少 然后 统计分析等等 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到底要做哪些事情 第1个的话 设定什么91到92的这个部分的话 要把它改为这种 就民国力 那民国力的部分的话 就是本来是像这个西元的 要把它转为民国的 不过特别注意这个转为民国只有 繁体中文版里面才有 其他版本是没有的 然后呢要改为什么 这边有月份的话 本来月份是只有一位数 要把它改为两位数 那日的部分也要改为两位数 这部分第1个 这个是比较简单一些些 要怎么做呢 其实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91跟92一样 所以你可以按SHIP的键 把这两个一起选取 把这两个一起选取的话 这可以 一起做 不过看一下 这个到100 这个到多少 这个是到 100 然后另外一个年份的话 这个到 Ctrl向下 这105 那 我看 题目里面要求怎么样呢 他要把这两个工作 两个工作表 那 这个部分的话呢 要怎么 来 改成 我们要的 首先的话呢 这个 列数不一样 所以要分开来做 因为他的列数不一样 OK 那我们首先的话 怎么选取 第一个请你把这两个一起选取 选取之后 按Ctrl 是不是向下 就可以把整个选取 再按右键 这边 儲存个格式 那格式的话 要把它改为什么呢 数值里面 他日期 改为民国 所以民国部分的话 请你改为什么 中华民国例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个所谓的那个 有没有 哪一年的 几月几号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几月几号 如果是月的话 他不会出现零 日的话 如果个位数也不会出现零 那我要怎么样 让他自动出现零呢 请你制定一下 制定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个M 那请你多一个M D 请你多一个D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 MM就是两位数 如果他是个位数 自动会补零 D的话也是一样 如果是个位数字 他也会自动补零 按个确定 我们可以看一下 92年 有没有 2月自动补零 那一样的方式的话呢 再把 这一个 这个 90 这也是这样 把这个92年的部分选取 然后Ctrl Ctrl 把这个范围再做一次 按右键 除成个格式 然后这边日期的部分 一样 中华民国力 找到这一个 然后再制定 制定之后 把这里 加上一个M 这里加上一个D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我们 第一步就是 日期格式的设定 你确定一下 因为 因为这两个 91跟92的 比数不同 所以 请你分开做 做完毕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统计分析工作表 那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话就旁边 这边要做 几率的计算 那什么叫 几率的计算 也就是说 某一个号码 在 这一个 这么多号码里面的话 有没有出现 有没有相符合 如果相符合的话 表示中奖 那怎么算几率 这等一下再来看 还有 排名 合计等等 这部分 那请各位先把刚刚第1题部分先完成 下来就是用Count 跟Count 来计算91年跟92年的几率 而且他要怎么样 最后做出来要以那个 万分之多少 比如说这个地方要万分之多少 然后用中间有个 这个 除的 那前后刻要有个半型的空白 然后去计算他的这个91跟91的 这个这个 再合计的话 把这两个 加起来 然后再利用那个 Rank Rank的方式 Rank.eq 来计算 这个名次的部分 OK 那这部分的话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先把结果做出来 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实际上呢 我们用Count 跟Count 怎么做 逐步来跟各位做解说 第1个的话 我如果要计算91年的 这个几率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在第2到 在到哪里呢 到Tray 特别号这里面 这边的话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呢 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开奖号码 那这个开奖号码里面呢 如果是1的话 几率是多高 有没有这么多号码对不对 那你要去统计 统计 那我要怎么知道呢 他是哪个号码 1的话 几率为多少 1的号码 那我这边的话 第1个我可以用 这个 插入函数里面呢 找到一个叫什么 Count if 还记得吗 C-O-U Count if 那Count if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首先的话 我的范围 那范围就哪里呢 范围就是91年的 从第2 一直到哪里呢 一直到 J100 按Ship的键 J100 特别号也要加进来 到J100 然后呢 记得把这个范围锁起来 按F4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他的条件什么 条件为 这个号码 就是A2 也就是这个范围里面呢 出现1的次数有多少次 请你帮我计算一下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知道有17次 可是17次 要 再 跟 这个里面 所有 这总共有几 这里面 所有的号码 有几个 我要算出来吗 把所有的号码 算出来之后的话 这边所有的号码 算出来之后的话 再除上 除以什么呢 除以17 就是他的什么 他的几率 所以我要怎么知道 里面有多少个呢 实际上 特别重要 你把它除以 后面加上 请你把前面的公式 再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 Ctrl C 之后 再把它贴到后面 贴到后面 请你把 康辰 后面这个 衣服拿掉 所谓康辰 就是说 请你帮我算一下 第2 一直到 最100里面 总共出现多少 个数字 按打勾 那他就会算出 它的几率了 有没有 那这个几率算好之后的话呢 请你把它往下填满 几率就算出来 你可以看一下 哪一个几率最高 这边看起来 这边看起来好像是 41号 几率比较高 一些 所以 41 39也蛮高的 有没有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呢 有 历年的 开奖的那个 开奖的那个 号码的话 那你可以统计出来 可是呢 题目要我们做的 不止这样子 要我们做出什么 做出 百万 就是一万分之多少 万分之多少 的这样的一个格式 那这份怎么做 我们等一下再看 那91年算出来之后 92年怎么做 其实92年 就可以把91年的工资 怎么样呢 复制一下 然后呢 取消 放在92年这边 那你还想说 那我92年 应该更改 91年 改成92年怎么做 其实第1个 把什么呢 91改为92不就好了 然后呢 第2到多少 追多少 因为它是 105笔资料 所以把92 改为 这个地方 多 无笔资料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这个也是一样 把91改为92 那这样的话呢 我的92年的公式 也做出了 按打勾 往下填满 好那再来的话呢 把这两个选取 Ctrl 6的向下 我们要怎么样 让它改为 万分之 多少的话 这边有 按右键 请你把它 出称格式一下 然后呢 请你再到 置地里面 那这边可能要稍微 记一下 它有一个方式问号 总共是有 五个问号 空白键 因为题目有规定空白 斜线 空白 后面加一个 10000 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本来是像这样的一个 0.024 多多多 有没有 它会自动怎么样呢 把它改为 万分之 有没有 1万次出现几次的意思 1万分之 245 这样的感觉会比较 容易辨识 按确定 那你可以发现 一下子 马上就很清楚 1万次里面出现几次 就一目了然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用康着衣服的方式来计算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 首先的话 来看一下 第一个合计部分很简单 就是很简 你可以用上函数 或者是说用加的方式 等于什么呢 这地方等于 它 加上 它 两个加起来就对了 其实也是加总 加起来之后 或者你用什么加总 其实也是一样的 自动加总 Sum 那范围的话就是两个 也是一样 用Sum 合计起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前面两个几率加在一起 OK 那这样的话呢 再来就是 排名部分的话 题目有讲到用什么 用那个Rank 你快速在这个地方打一个 Ra NK EQ的这一个 这个函数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的值 就是这一个 你在这个范围之内哪个范围呢 你的参考范围就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就把 D2到D43 把它选举起来 然后把这个范围锁定 因为等一下要向下填满 按确定 往下填满 填满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格式化 因为他设定前三名 要给他一个 蓝色的出体词 只有前三名 第几名的 样式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 把这个范围先选取之后的话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特别是叫新增规则 由什么呢 由公司来决定 如果等于什么 这个地方的话 稍微记一下 一个 锁定符号 把依然给锁起来 然后恶劣不锁 恶劣不锁 也就是我根据什么 以这个当成基准 12 往下 如果他怎么样呢 小于 等于 3 应该是大于等于3 如果是 应该是小于等于3 因为第1名 第2名第3名 我只要针对前3名做格式化就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 格式化条件为什么呢 数值部分 制定一下 出现什么呢 第几名 所以这边的话呢 请你输入第 第 几名问号 名 第几名 OK 那他就会出现第几名 那字型的部分的话呢 他要什么 粗体字 然后颜色的话要是蓝色的 蓝色的粗体 OK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这样子的话 我们按一个确定 第几名 按确定 那你可以看到 其他的样式都没改变 只有第几名呢 第2名 第1 2 3会跟着改变 也就是我这边是设定格式化条件来的 直接从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边有一个 新增规则 新增规则之后的话呢 使用公司来决定这些格式化 那格式化的这个规则部分的话呢 我再秀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的话 就是 等于 然后呢 一个钱的符号 12 小于等于3的话 然后格式部分的话就是做两个 一个数值部分 第 几名 事情部分的话就是粗体加蓝色 OK 那最后的话呢 把这一题这样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呢 那请各位把这一题另存新档 存为 106 那这一题就完成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